我現在都有錄影 如果說你畫質不好 所以造成你沒有辦法看到我們上課的內容 那你可以等錄影 好 這個範例五 我調一下電腦 它有甲乙丙三個物體 那甲和乙是一樣重的 都是m 然後乙丙是2m 然後一開始乙丙是不動的 則甲這裡有速度 v 那麼 在沒有摩擦的水平面上 螢幕想要問的是 碰撞最後最後 甲乙丙的最後的速度 那其實首先是甲撞乙 然後乙再去撞比 可是這個輕的撞中的時候有可能會反彈 因為它是禁止的 我們前面有提到說如果第二個物體被撞的物體如果是不動 那1號如果比2號輕 那就會反彈 就像是那個比較輕的同學去撞比較重的同學 然後比較重的同學他可能也會往前進 但比較輕的同學會反彈 那乙如果反彈的話他有可能再去撞甲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次的碰撞 他有三次 那這要回憶一下 如果是 N1等N2 兩個物體質量一樣的時候的彈性碰撞 那結果會是速度互換 結果會是速度互換 結果會是 V1pr就會等於V2 然後V2pr就會等於V1 這個有沒有印象 上一節課 我們有用那個 摔摔摔摔摔摔那個 那個叫 摔摔球 那有沒有印象呢 你可以說有或沒有 就順便當作是你簽到 這樣 因為 你要有在訊息欄留言 才算有簽到 對 謝謝 好 所以要先了解這一點 那接下來呢 其實甲狀椅 他們其實就是質量一樣 甲狀椅就是質量一樣 所以其實甲狀椅以後 屏幕有說它是彈性碰撞 所以它會符合這樣的關係 一定要是彈性碰撞 才可以用這個關係 那麼 那麼 鑽下去以後 我們先看甲和椅 第一步就是 甲去撞椅 甲和椅之間的交互作用 那因為 兩者質量相同 那就 速度互換 那我們把甲當作 這時候當作一號 乙當作二號 那這樣 甲撞完之後的速度 就是乙一開始的速度 寫清楚一點的話這樣子 就是 一開始一號的速度就是V 然後 二號的速度一開始是0 乙是二號 它撞完以後速度互換 所以一號撞完的速度是0 它 二號撞完的速度是V 那所以撞完以後甲不動 它乙往前進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變成乙往前 它甲不動 那接下來乙再去撞餅 乙再去撞餅 那乙撞餅的時候啊 你就不能說 它們直接速度互換 因為它們質量不一樣 那質量不一樣的話 但是還是彈性碰撞 那我們就帶彈性碰撞公式 V 2 Pride 或者V1Pride V1Pride 會等於 兩個人 一起承擔 共同承擔 然後上面是自己撿對方 最後留給自己 再去加上 一樣底下兩個人 共同承擔 然後上面是兩倍的對方 然後乘上對方 這樣子 我在寫什麼 這是V2 這是V2 那這裡是V2的話 這裡要改2 我寫錯了 如果是V2的話就這樣 2號 自己點對方 然後自己 兩倍的對方 然後乘上對方的速度 好所以 你這時候把乙叫做1號 丙叫做2號 那 丙後來的速度是 V 我們這時候還是寫清楚一點 V1這時候是多少呢 就是V V1這時候就是V V1 V2呢 是0 0這時候是0 那 碰撞完以後 V1'呢 是 就要帶這個公式 N1加N2 可是我們這裡 可是我們這裡 不要直接寫 我們這裡就直接寫 它是多少M了 比是N 然後比呢 是2M 所以總共3M 上面呢 自己減去對方 然後乘上 V 後面是0 後面乘上V2的是0 所以後面的就不用管它了 就不用管它 不過我還是寫出來好了 所以後面這整項不用理它了 那所以結果呢 乙的速度 撞完以後 它會是 這也是3 分之 負1 所以是負的3分之1 所以乙的確反彈了 它是會 撞了柄之後 乙會反彈 那柄呢 V2' V2' 一樣代公式 底下M 再加2M 自己減去對方 乘上自己 可是這個V2是0 這V2是0 因為它一開始不動 0不動 所以這整項忽略了 後面呢 這裡是3M 上面是2乘於M 然後乘上V 所以乙 把這個柄被撞了以後 它的墨數呢 是3分之2 3分之2V 那還沒有完全結束 因為乙還要回去撞甲 乙還要回去撞甲 因為甲剛剛撞完不動了 然後乙它撞過來反彈 回去會撞到甲 所以最後甲 乙再去撞甲 乙再去撞甲 那這時候我們把乙叫1號 甲叫2號 1號一開始的速度呢 就是負的3分之V 就是乙後來的 撞丙之後的速度 然後甲的速度呢 是0 然後撞完以後 再速度互換 對不對 因為它們質量一樣 好 所以最後就變成V1'等於0 V2'等於負的3分之V 這個V2'是甲 所以這是甲的墨數 V2'是甲的墨數 然後V1'是乙的墨數 然後丙呢 丙剛剛被撞完以後 繼續往右 它就沒有再回去撞甲或乙 所以這個是 丙 好這樣就結束了 終於結束了 那題目的選項哪些正確 他說甲靜止不動嗎 沒有啊 甲沒有靜止不動 所以A是錯的 那B選項呢 以靜止不動嗎 對 以靜止不動 所以B是對的 那B是對的 租 他說租 以用等速度1 3分之1向右 就是錯的 因為他不會說 同時不動 又向右 所以租是錯的 那C選項呢 甲是以3分之1V向左 對 負號 負號向左 所以C是對的 那E選項呢 柄是3分之2V向右 對3分之2V向右 對3分之2V向右 所以答案就是BCE 各位會不會覺得很難呢 其實就只是帶這個公式而已 會不會 你們可以回應一下 他順便就當作簽到 還沒有留下訊息的 記得要留訊息 會不會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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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帶公式進去 比如說 同學知不知道 為什麼 質量相等的時候 他會速度互換 就是我的速度 本來是5 你的速度原本是3 我去追撞你 那如果我們兩個是彈性碰撞 然後質量又一樣 那最後會變成 你的速度是5 我的速度是3 我就會速度會互換 那這個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那還有這個公式要記 公式要備 有同學很乖都有交作業 有交這個推理公式的作業 但是好像才十幾個人 可是原班有25個人 所以還有很多人沒有交這個作業 推理的 你如果推理的這個不熟 你當然會覺得這題很難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 非彈性碰撞 我先插黑板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各位回答就是 有 我會可以加分 就算你答的不是正確答案 我也會加分 那這個問題就是 請問什麼樣的條件下 算是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必須要符合什麼條件 才算是彈性碰撞 可以留言喔 可以留言喔 可以說這兩個物體 是彈性碰撞 不是只有動量守恒喔 不是 只要合力為0 就會總動量守恒 但合力為0 不代表就是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 它必須要遵守 一個條件 那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有用那個 彈力球和黏土球 那彈力球和黏土球 和椅子之間做碰撞 然後我們就問各位說 彈力球和黏土球 哪一個是彈性碰撞 哪一個是非彈性碰撞 那結果最後兩個都不是彈性碰撞 那為什麼 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那個就是彈性碰撞的條件啊 對 對 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是彈性碰撞 對彈毀原來的高度是它的結果 可是如果它是水平面 它是水平面 像剛剛那一題 甲狀乙 甲狀乙什麼時候會是彈性碰撞 它這樣水平的這樣子撞 就沒有所謂彈毀原來高度可言嗎 如果它是水平的這樣撞 什麼樣情況叫做彈性碰撞 各位可以回答 我再等各位回答 你可以說過程之中沒有摩擦力 那個可以算是 可以算是符合 但是我們會習慣說 是什麼東西前後保持一樣 什麼東西是前後一樣的情況是彈性碰撞 那動能沒有轉換 動能沒有轉換 有啊 它有轉換啊 不然的話其中一個物體要怎麼變快呢 另外一個物體要怎麼變慢呢 它一定有換過去吧 有沒有人有其他的答案 我相信一定有 各位要先了解彈性碰撞的條件 我們才可以進到下一步 趕快回答 回答可以加分 質量一樣 質量一樣 不一定吧 我們剛剛那個公式不是 質量N1N2不一定要一樣啊 那我們前面在討論說 這個什麼情況下 會反彈 然後什麼情況下 會用兩倍的速度飛出去 那些都是在彈性碰撞底下 去討論的 然後去討論不同的質量 之間的彈性碰撞 重的撞輕的 輕的撞重的 超重撞超輕 或超輕撞超重 這個是前面討論的 可是這些全部都是彈性碰撞 那所以質量可以不一樣啊 這不是彈性碰撞 質量一樣不是彈性碰撞的條件 什麼樣的條件才是彈性碰撞 我還在等正確答案 速度一樣 這樣 同學可能要先 先思考一下 再回答吧 你在碰撞的過程中 速度怎麼會一樣呢 不是會有一個變慢嗎 然後另外一個一定會變快啊 那速度不就會改變嗎 除了 除了 Champion同學以外 有沒有其他同學 想要加分的 趕快留言 總動量手衡的話 是一定會手衡 不管是彈性還非彈性 都會手衡 如果有A和B A撞B 它有一個A對B的力 可是同時有一個B對A的力 那如果AB算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只有這兩個力 那合力為0 一定會動量手衡 可是這跟彈性碰撞 沒有 它不是它的條件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是彈性碰撞 你也會是動量手衡 只要是碰撞 然後沒有第三個物體 跟他們之間施力 那就會是動量手衡 那跟彈性不彈性 其實沒有 沒有太大的觀點 劉冠軍抓到重點了 那為什麼你是打簡體字啊 你怎麼那麼厲害 沒有動能的損失 沒有動能的損失 碰撞前 碰撞後 總動能 總動能 的時候 會算是彈性碰撞 碰撞前 以及碰撞後 總動能 怎麼樣的時候 算是彈性碰撞 同學可以趕快留言 對 其實是總動能前後一樣 我不太喜歡說 總動能 因為他在擠壓的過程中 其實要先把一些動能變彈性未能 他在擠壓的過程中 我們在範例四 也就是上一題 其實是用一個彈簧 來做彈性碰撞 那在 追撞的過程中 那個彈簧是被壓縮 被壓縮以後 其實有一些彈性未能在裡面 那 有動能是減少的 所以他其實在碰撞的期間 在他們擠壓的過程 以及放開的過程 動能是變少 可是變去了彈性未能的 然後 各位都有聽說過 彈立托兒所 或是彈立幼兒園 他是有良心的幼兒園 他會願意把小朋友 動能小朋友還給你 所以動能 變成彈性未能 然後彈性未能 又全部還回來 變成動能 彈開以後 又回到了動能 所以動能 一部分變彈性未能 再變回動能 前後動能 手 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說 他一直都是恆定 他前後是一樣 但是中間 他有換成彈性未能 一部分換成彈性未能 所以我比較會說 彈性碰撞的條件就是 碰撞前 碰撞後 總動能 一樣 那 那 請問各位 第二題 第二題 那什麼樣的情況叫做 非彈性碰撞 我留言了 那底下就開始第二題的回答 什麼樣的情況叫做 非彈性碰撞 各位剛剛可能有聽到 彈性碰撞 的條件 那你只要不遵守這個條件 那就是非彈性碰撞 那請回答 想要加分的趕快 趕快留言 各位知道 跨學老師有沒有說 那個 期末考怎麼樣了 你可以用語音直接跟 還沒還沒 還沒喔 那我也不要講 所以答案出來了 對啊已經開完會了 那可以講了 因為他今天上課 是還沒開完會 這樣喔 對啊 那你開完會就可以講了 合理吧 好吧應該也不太會改了 如果要改就還要再 開一次會 對啊 對啊 結果是什麼老師 目前啦 目前的結果就是不考了 取消 可是只有自然課開會決定 所以是自然課 目前是這樣 其他課不一定 這樣了解嗎 了解了 了解了 嗯 那換句話說就是 這個課堂上的加分就會變得很重要啊 對不對 因為你們沒有期末考 所以想要加分的趕快回答 對 就是前後動能不一樣 前後動能不一樣 前後動能不一樣 所以只要前後動能不一樣 就是非彈性碰撞了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完全的非彈性碰撞 請翻到156 完全的非彈性碰撞就是 非彈性碰撞 但是完全的非彈性碰撞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彈性碰撞有分為 輕輕的 不是 從來 非彈性碰撞有分為 稍微損失一點點動能 和損失很多動能 那可以損失的動能完全損失了 那這樣就叫做 完全非彈性碰撞 可是這裡有一點點 小小的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它動能不會說完全就不見 它有一部分可以讓它損失 那這一部分損失完了 就是極限了 它不會再繼續損失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是要維持動量守恒 比如說A撞B A撞B在AB這個系統 合力為0的時候 那總動量守恒 A這樣衝過來 A這樣衝過來的時候 有一個向右的動量 那撞下去以後 應該整體這個系統 也要有一個向右的動量 這樣才會總動量守恒 它不會說 A有一個向右的動量 然後撞到B 就馬上停下來 動人都損失 如果它這樣撞下去 馬上停下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一定底下有卡住 這樣它才會撞下去 底下卡住 所以沒辦法繼續往前 可是底下卡住 這就不是兩個物體之間的碰撞 而是三個物體 三個物體 底下有卡住 就是有第三個物體 那這樣就不算是兩個物體的碰撞 兩個物體看成一個系統 如果跟外界 外界對它的合力是0 系統裡面只有A對B B對A的力 那這樣系統合力為0 總動量守恒 A這樣撞過來 應該要一起繼續往前 但是它沒有在彈開 沒有在彈開的時候 就是完全的 它可以減少的動能 都已經減少了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虛擬的彈簧 然後A撞過來 奇怪 奇怪 然後現在彈開 如果彈力未能全部還回來 那就是彈性碰撞 如果它是奇怪 然後奇 沒有怪 然後它就是只有一部分還回來 那就是非彈性碰撞 那如果它撞過來 奇怪 然後就沒了 那這樣就是完全非彈性碰撞 這樣各位了解嗎 如果了解請你回應了解 所以完全非彈性碰撞的重點就是它沒有再彈回來 但是還是有往前動 還是有往前動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样子 一起向前动 一起向前 那一起向前的意思就是 它速度一样 两个物体最后 因为它已经一起 变成一个 粘在一起 所以它就会 速度会一样 那 你就可以用动量守恒 来算这个 最后的速度 碰撞前 碰撞后 碰撞前 我们这里画一下图 画一下图 它就是 碰撞前 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碰撞完以后变成了 1和2一起动 1和2一起动 1和2一起 这样子 那这么一来的 那这么一来呢 你可以把它后来的速度表达为 1和1和2加 Per n1加n2 分支 n1 v1加n2 v2 那这其实就是直心速度 直心公式 直心速度公式 这其实蛮合理的 因为两个物体看成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合力为0 总动量守恒 那直心等速度运动 因为整个系统合力为0 你把整个系统看成一个点 那这个点合力为0 等速度运动 而这个可以代表整个系统的点 就叫直心 所以直心速度是等速度运动 那可是你说他们转完以后 就结合一起 结合变一块 然后这一块的速度又是 这一块上面每一个点速度都一样 那除了直心速度 它还会是什么速度 它就是直心速度啊 因为这时候整个系统速度都一样 本来直心 本来直心可能在他们两个中间 连心线上某个点 假如说本来直心在这边 然后直心有一个速度 叫VC 可是转完以后 直心速度还是VC 全部的速度都一样 那全部的速度就 就只能是直心速度了 就只能是直心速度 所以碰撞完之后 得到的速度 完全的非弹性碰撞 结果最后会剩下直心速度 其实这个直心运动 我知道不太好理解 那你如果觉得很模糊 你就要回去看一之三的录影 那里有说我们曾经有丢一个板子 在那边转 那我们把一个点来代表整体 那个点叫直心 那我们现在只是把这整个系统 一和二看成一个系统 用一个点来代表一和二 这个点叫直心 那这个整个系统合力为0 所以直心等速度运动 那到后来 它已经撞在一起了以后 这个系统还是等速度运动 直心还是等速度 那可是直心等速度 然后这整个系统每一个点 这时候速度都一样了 那这时候速度就直心速度 好我们看范例6 今天好像讲不完 讲不完范例7 不过没关系 就只有差一题 各位还是可以做那个作业 反正那也不是算分数的 不会看你考几分 范例6呢 它是那个子弹去撞木块 玩话太过来了 我看不过是要是要是要再大学的 我看不过就是要再大学的 我看不过是要再大学的 那就是要再大学的 這是一顆子彈 它的速度是V 子彈的質量M 木塊 我們叫它1號 它撞進去以後卡在裡面 子彈卡在裡面 所以它是完全非彈性碰撞 碰撞完以後 它會變成是 碰完一瞬間是長這樣 子彈卡在裡面 子彈卡在裡面 那這時候有一個速度 有一個速度 V' 這個V'就用 這個公式來算 就是一開始它速度是V 一開始速度是0 如果它是1號 那就是V1等於V 然後它是2號 V開始不動 V2等於0 帶進去 帶進去我們算算看 我直接寫在這邊 V' V'就會等於 N1加N2 大N加小M 大N加小M 那分子呢 N1 N1 然後後面這個是0 後面這個是0 所以後面這個V2是0 所以這裡只需要寫N V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碰撞完以後 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就是它 就是N加大N分子NV 那麼 接下來它往上盪上去 因為它被繩子拉住了 所以它會往上盪 好 往上盪上去 那它會上升一個高度 上升高度H 這個H可以算得出來的 這個H你可以用這一個部分的動能換位能 動能換位能跟上一個其中好的範圍差不多 就是用動能換位能 力學能守恆 所以它第一步是子彈撞進木塊 這我們說這是第一步 然後這是第二步 第二步是動能換位能 那你就可以寫 二分之一 N 這裡不能直接寫N而已 因為它整個 整個 已經不再是只有M了 它整個一起都這麼動 所以它整個的質量應該是M加大M 所以這裡不是只有M 而是小M加大M 乘上V'平方 這是它一開始的動能 然後要轉換為重力位能 N加大M NGH 結果你發現這個質量消掉了 質量消掉了 然後把2乘過去 其實就是我們等加速度運動的第三條公式 對不對 它是不是就是V平方等於V0平方加2GS 或是你把S寫成M去 也OK 其實如果你之前的物理學得不錯 那你應該可以稍微有點體會 我們前面說這個 從一樣高的地方滑下去 那滑下去這個 只要高度一樣 滑到底的速度都一樣 而且跟你的質量沒有關係 就像輕的重的 從同樣高度掉落 忽略空氣阻力的情況下 它落地的速度是一樣 所以這裡質量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樣算起來H就會是2G分之V'平方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來判斷一下選項的正確了 A選項說 碰撞前後瞬間 水平方向動量守恆 對 因為水平方向只有他們兩個互相施力 所以水平方向1對2的力 2對1的力 在這個系統來說 水平方向合力為0 那為什麼他會說水平呢 因為其實牽直方向可能有重力 所以牽直方向有可能動量不守恆 所以A是對的 A是對的 那B選項呢 碰撞前後總動能有沒有守恆呢 我們剛剛就說 如果碰撞前後總動能一樣 那是什麼碰撞了 那就是彈性碰撞 它就不會是卡在一起沒有彈開 卡在一起已經是非彈性碰撞 而且還是完全的非彈性 它完全沒有彈開了 那動能一定是有損失 所以B一定是錯 B就錯了 C選項 碰撞前後總能量守恆 對 總能量是因為我們如果去測測看 它的熱量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透過了摩擦力的方式 把動能換成了熱 就像你把動能小朋友送去摩擦力托兒所 它不會還給你 但是那個小朋友可能會變成熱能 它不會還給你 但是能量還是在 所以C選項是對的 主選項 碰撞後瞬間合體的速度是大M加小M分至MV 對 大M加小M分至MV 碰撞後的速度 再來E選項 上升的高度 上升的高度就是這個 那它不等於 它不等於題目說的 2G分之V平方 所以你光是從這邊就知道E是錯的 但是 但是你可以算算看 它到底是多少 V'是它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把它帶進來 它實際上會是 2G分之1 然後乘上V' 然後乘上V'那個東西的平方 所以會是 小M加大M 平方 分之小M平方 V平方 它實際上會是這樣 那介紹到這邊 有問題可以留下來問 如果你還沒有留言 記得要留言 才算是有簽到 可以下課了